天大地大 選民最大 歡迎你回到 向選民報告的現場 這個民調 當然這引起大家滿大的矚目 因為大家每天現在在問的都是 誰會贏 像很一樣 其實最關心這個問題 其實民調只是一個 一個抽樣的調查 那麼有隱藏的 有可能打不到的都有 另外就是我們要看 這個長期的趨勢 那費維尼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對國民黨而言 我們實在不太願意看到 民調差別有到10% 你希望小還是大 因為對 如果說民調差得越大 大家就覺得現在很穩了嘛 都不要好好去拉票嘛 這個好像這個 其實我覺得對國民黨 最大的隱憂並不是蔡 而是宋先生嘛 對不對 其實從我的政黨來看 我們也不希望看到這樣的民調 第二個我跟大家報告 一定有機構效益 我們在84年那時候 新黨第一次配票的時候 我就謹守一個原則 我們每天都換 打電話出去 第一個 你絕對不能說 很高興或是很不高興 第二個 我們民調用的公司 每天都在改變 好 這個一定要避免掉這個東西 今天叫假公司 每天要以公司 都要秉公司 我們那時候是每天在做 一直到因為你給我出了一個題目 說要去配票 所以我們也不敢去講任何的事情 而且要求得比較嚴謹 在很多民調公司做的民調的 未表態 我其實我都覺得太樂觀 我們當時做的未表態 一直維持在30 30 30 40 但是長期觀察下來 確實會看到一個趨勢 剛才梁文學先生講說 都是下午什麼6點到8點等等 這個裡面我們要破除一個因素 禮拜六 禮拜天 就跟禮拜一 禮拜五不一樣 如果說長期觀察一下來 我們也把禮拜六 禮拜天 也把它拿進去去做滾動 其實這些因素都可以把它排除掉 基本上民調就是從樣本來推論 我最後大選的結果 所以民調一定會有它的盲點 但是長期觀察下來會有一個效果 我在這邊也跟大家報告 昨天晚上我跟我們梁議員 我們共同上一個節目 我也提到 我得到一個情報 就是民進黨在10月2號 他們的民調當然也有所謂的機構效益 他們自己內部的民調 我還明確地講 基本上10月2號 國民黨贏30萬票 我想10月2號到10月12號 裡面我這樣來看 其實馬跟五還滿穩定的 他們都有一個趨勢 稍微上你一下 稍微一下 可能真的跟蘇家權的濃測 我們看民調要去解讀嘛 這到底找出我們影響到這個變動的 因子到底是什麼 我猜跟這個會有一點關係 但是我是覺得了 對遠見也好 對忠實也好 這個民調 我覺得一個政黨你看到民調 不要說看到你喜歡的 你就不講話 看到不喜歡的 你就對他品頭論足 我想民調對任何政黨而言 都是一個參考嘛 難道你看到民調大贏了 你就很高興嗎 難道那不是一個大選的結果嘛 所以我對這個民調 我們純粹參考 我們也沒有什麼意見 常習慣了 但是我覺得對政黨對民調說 看到不喜歡的 你就去品頭論足 我是覺得這個我看法不太一樣 好 我們另外一個數字 我們看一下 就是高平鵬 為什麼要看高平鵬 因為主要是楊秋興 楊秋興為了動向 到底有沒有影響 我們看看高平鵬 高平鵬在這個 這是10月6號到10月10號 那五天我們把五天的資料拿來做交叉分析 沒有算這樣 我們是五天做一次詳細的交叉分析 他不可能每天做這麼詳細的交叉分析 34比38 蔡英文贏4 4個百分點在高平鵬 那沒有反應等等 是28.1 抽揚誤差正負3.1% 來 我們看下一張 三組候選人的時候 馬英九這組是33.8 蔡英文是36.4 宋楚瑜是12.8 無反應17% 那換句話說 蔡英文比馬英九多了2.6個百分點 2.6個百分點 所以這是我們看到高平鵬 高平鵬顯然蔡英文是贏的 那如果這邊還有隱藏的話 那就可能更高 那我不知道高平鵬是誰會隱藏 馬英九的資質會不會隱藏 也很難講 老闆 我覺得民進黨的策略 就是說北部要小書 南部要大贏 那中部起碼打成平手 但是我認為高高平跟雲嘉蘭的差別 就是說沒有雲嘉蘭那麼綠 就是比較淺綠 但是我覺得如果只是領先3個百分點 或者2點多百分點的話 對 我覺得民進黨會傾向說 這個民調不爭取 或者是說 那有可能在這裡面要移過來 贏得不夠多 但是我必須講這種滾動式的 這個大概 這個不是滾動式 這是好幾天加起來 五天 五天 因為你滾動式每天取樣就300多 那你300多在分區的話 其實每個區分配不到100個以下 對 這個有1000多的 所以那種滾動式的 其實單一天的交叉分析 所以為什麼五天交叉一次 要非常小心 但是如果這個數目 這個我們可以信賴的話 那我覺得民進黨要提高警覺 因為高高平真的贏得不夠多 那我必須講要躲起來 以前都講民進黨 因為過去威權統治 他支持著怕國民黨 怕這個 怕那個 而且就是說他們的人的屬性 也比較不願意在電話訪問的時候表態 但是我覺得這幾年 已經不是這個樣子了 我覺得民進黨支持著 就是說碰到對他們不利的消息 比如說蘇家全 或者整個這個整體的氛圍 對他們不利的時候 他們就不表態 這是所謂躲起來 但是這個躲起來 就是好像避風港 等到這個風平 又再出來 或是投票那一天不得不出來 他們還是回到原來的正義 對啊 所以我不剛講嗎 我看民調就是 如果藍綠只有一個 一對一的時候 藍的候選人要 單個人要民調45%以上 為什麼45% 有些還是不表態的 人家要除嘛 假如投票率是八成 你45%還要除0.8% 除這個0.8% 所以基本上就是要45% 而且要贏15% 他才算是有機會贏 否則的話都是很危險的 來來 梁謙 我們對這個民調 這一份民調 我立刻可以講 民進黨的民調 絕對是領先的幅度 遠遠大過於這個 他這邊只是說 我們在高高頻的部分 領先三個百分點 我們內部的民調 至少是從10個百分點起跳 那我要回應一下 這個費委員剛才講 他說10月2號 我們輸30萬票 我的印象不是很深刻啦 30萬票大概是2.5% 但我記得10月5號 10月6號的時候 我們還甚至一度領先過 贏過12萬票 所以我們是每天在做 那我剛才講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機構效應 他其實未必是說 是什麼過去的威權的因素 我剛才特別強調 你從6點到8點半 這一段時間 你所能夠打得到的人 基本上是準時下班的人 準時下班的人是誰 公務員嗎 教師嗎 還有一些是家庭主婦居多 所以他會擴大在這個階層 或這個階級的影響力 然後把他分 這個給放大 所以為什麼 昨天在這個 中時也分民調說 台中地區 好像因為蘇家權 中章頭 沒有說因為蘇家權 好像因為突然掉了20個百分點 那我就很好奇啦 這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一個副總統候選人 可以讓選民掉20個百分點 那就表示說 這20個百分點 原來都是因為蘇家權 所以我認為 我並不認為說 這個民調有什麼作假的地方 但是因為他擴大了這個軍公教 以及家庭主婦的影響力 所以他在面對這類問題的時候 他會過度高估國民黨的這個比例 低估民進黨實際上的能量 所以要調整 所以基本上 民調每個政黨或是候選人 他自己還要再調整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套公式 然後再經過調整 我們來看這個楊秋昕 楊秋昕被稱為小巨人 好像以前玉木銘也稱為小巨人 有幾個小巨人 南部小巨人 北部小巨人 這個楊秋昕呢 他在2001年高雄縣長選舉的時候 楊秋昕是拿到54.8%的票 然後吳光遜是拿29.45%的票 這國民黨候選人 然後黃八爺15.75%的名字 很有殺技 黃八爺15.75% 這兩個都是國民黨的 但是加起來還是不夠 不過有的時候是這樣 因為你分裂了 所以很多時候那個票 就會讓一些選民不去投了 就覺得失望 然後呢 2005年 剛剛是2001嘛 2005年高雄縣選舉呢 楊秋昕拿59 比54還多 59.14%的票 林毅市拿到40.86的票 所以楊秋昕當時也高票連任 所以看起來這個楊秋昕在 在高雄縣那個時候是有一定的實力 他政績也還不錯 那另外呢 在2010年 就是去年五都選舉的大高雄 陳菊當選拿到52.8%的票 楊秋昕26.68 然後呢 黃昭順20.52 換句話 楊秋昕 他的票還是第二高的票 所以他還是有一定的實力 那麼他的票哪裡來 這個當然有各種不同的講法 有的是說他原來在高雄縣 很有政績 所以有選民投他 有的人說這個藍軍 甚至親民黨有很多人去 現在宋楚也幫他站台 甚至左營地區 很多軍券什麼也投楊秋昕等等 那大家原來的想法是 楊秋昕高雄縣長那麼多票 然後藍的票加上去 不就當選了嗎 等等 但實際上呢 陳菊的票還是超過一半 有52.8% 但是楊秋昕證明 他的確是有一定的這個政治實力 那麼今天聯合報的頭版 出來的消息是說 楊秋昕婉拒宋楚瑜 替宋楚瑜 要選立委他的婉拒 他會替馬英九站台 而且擔任馬英九的 三三 就是說這個 鳳山岡山 三個三 三三的好像 總部然後顧問團團長等等 那我們看一下新聞帶來 楊秋昕加油好嗎 好 楊秋昕 鬆出來 去年五度大選 宋楚瑜平平站台 對脫離民進黨獨立參選的 楊秋昕緊叫狗 原本指望今年楊秋昕飲水思源 代表局軍參選立委 但現在卻傳出 楊秋昕不但打算在南部 替馬無配補選 還反勸宋楚瑜放棄總統大夢 國民黨不要再糟蹋楊秋昕先生 國民黨有很大的壓力 就是他們端不出牛肉 製造一個假的新聞 我五月二號上午十點鐘 見過楊秋昕先生 請問五月二號 我有準備要參選總統嗎 我怎麼會跟他談到 選總統的問題 氣急敗壞 反國傳言 宋楚瑜強調 五月八月兩次和楊秋昕見面 都沒有談到參選問題 但楊秋昕 早因為和綠營撕破臉 跟國民黨越走越近 停馬 又極可取 天線者是我了 那麼五都選後 其實我就很積極的 讓楊秋昕跟國民黨這邊 能夠維持一個很好的關係 好 那麼現在開花結果 他很肯定 馬總統的治理啊 他認為這一次是 是雙英對決了 他認為宋千沒有勝算了 曾經立要助選 和楊秋昕遭有交情的邱毅 再補一槍 儘管人在日本的楊秋昕 沒有親口證實 但宋楚瑜口中 國民黨製造的假新聞 依舊在親民黨提出 教育政策同時 成功模糊焦點 中心李東彥王正 台北無島 好 宋楚瑜今天很不高興啊 那麼出來說 國民黨不要糟蹋楊秋昕啊 那楊秋昕這邊傳出來 是下星期四 要宣布 他動向到底如何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